扶摸过女人这四个地方才算是真爱 人们总喜欢用肢体来表达对方的爱 那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都喜欢扶摸女人哪几个地方呢 有四个地方 一 头发 女人的头发是柔软的 当你扶摸着她的头发的时候 这个女人心都会化了 它代表着女人的一种气质和象征 会有一种宠溺的味道 说明她想爱你 保护你 二 腰部 一个纤细的又曲线的腰 总会引着别人想要去拥抱她 抚摸她 当男人想去拥抱她 就代表她想要拥有你 想要和你在一起 所以女人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腰 多去锻炼 说不定一个转弯 你就遇到了你的真命天子 三 手 别人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一双美丽的手会想要让人去牵住她 想要去保护她 当一个男人握住你的手 会给你带来力量 会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 所以 一双手的力量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是它里面可能会蕴含着 许多你想不到的意义 四 脚 古代的女人为了让自己的脚 看起来美丽一点 会裹小脚 虽然是一种畸形的美 但是也感受到了一双脚 对美的重要性 而且有的男人还有一些练足癖 但这些都是对美的一种推崇吧 对有些人来说 握住了你的脚 会等于握住了他的全世界 所以不要小看了一双美丽的脚 每个人对美都有至极不同的看法 它不一定是脸庞的美丽 还有可能是手 脚等等 所以当男人抚摸女人这四种部位 可能就等于爱上了你